接着来看第三场四班一千米 四班一千米又不像四班千二米 又加上隔了两个礼拜 没有跑谷操的赛事 所以大部分马匹不是打黄牌出赛 就是有优先出赛权 没有打黄牌就是三号的中华威威 还有十一号的添友运 是不是有打黄牌出击味浓一些呢 快马得几多啊这场 我计算吧 连档位来计算吧 放在前面的马呢 浮合超德就抢了 有半顿跑 还有呢 包装得胜是一个一档 他就未必是贴难带头的 他如果给人一只半只走先 或者效果会更好都不一定 他希望会跟到浮合超德 但是还有那些马呢 在埋面的欧洲导弹呢 他不是一只慢马来的 上次他在早段也怎么样样的慢的 对啊 那这只马呢 有危险的 会不会对在前面呢 这儿你不知道的 还有那些都挺快的 你认为他都挺快的 好像那只明月生辉那样 但是他排过七档 加上那只马 不是认真好火呢 他怕他不够快的 这次 这个步速图呢 有宜至佳和中华威威在前面 他们有没有够那么快啊 有宜至佳就没有那么快 排排九档 那中华威威呢 我觉得他可以很快 但是这马呢 他跑一千 如果是硬快呢 就不是挺好的效果 是 他速一点的 他试过的 跑一千 一快了前面回来就散开的 这样的 千二呢他就均速这样跑 所以呢 跑马 就是个个人的看法不同 就是我的看法而已 那你说 有人看 有条纸街债头 我都 我都 我看不到那种原因而已 未必 未必不对的 所以没跑 这样数下去都几多快马 因为没跑 所以这场应该有个中等 甚至快一点点的捕捉 是的 我预计就是这样 那一只马 排排得不太好 他就快一步了 那这一只马呢 今季真是当打了 三岁转四岁 所以 我就 神科观感 我就很喜欢 他骂的样子很漂亮 但是在此之前 又问一问 钱泰安怎么看法 他在这一切比较高 他有个人的转型 是 他很感兴趣的 对他来对他来说 他在这一场赛 他说了 他在这一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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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场赛 是 你看看這隻快一步 我們看看他那一場 上櫃贏馬的時候 同場可以看到包裝得勝 在裡面明月生輝在外面 如果你看看快一步 這一場 田太安排著二檔 一場 因為前一場就是黃俊 爆冷在後面很厲害 你看看這一場的對手都挺兇的 外面勇創派對 今季都贏了 快一步頂住 最後贏馬 今季像兩個大閘 第一個大閘沒有什麼看頭 剛才田太安都這樣說 但第二個閘就不同了 一起步已經在那裡 很囂張的 同場裡面紅色三藍帽 那隻就是明月生輝 早段搶完後 末段有一點點力藥 黃色三他們就創方先鋒 但如果你看看快一步 田太安沒什麼怎麼騎下去 抓不住也要過了 雖然說這裡是第二名過終點 但是如是他最強的 第二個閘其實都頂不住了 起步已經在那裡頂不住 結果回來頂不住了 好了 閉門了 三轉四歲有沒有 情緒上有穩定一點 我覺得沒有問題 對 我覺得這隻馬 完全沒有問題 兜身彈力 這馬跳得慢 你看他做了事情 兩個大閘都做了 當然我又不是追馬房 追這些萬狼捉馬房 你們是自笨的 告訴你 他是這麼慢的 你追他 但他都要開齋的 他都要贏的 贏就要找一些超級的馬 這隻馬三至四歲 我想目前的評分一定有上升空間 你說他排位排得不好嗎 那這隻馬很好跑的 多快馬嗎 他就放進來跟緊你 是不是 如果拍攝你不快 他就可以擺前一點都可以 這隻馬可以跟得 鬥得 所以排位差一點 沒有所謂 因為現在他還是低分 所以我覺得 十磅可能分多兩元 看就這樣看 分多兩元左右 最多 希望大家還記著 這個蘇保羅馬房 還沒開齋 不敢買到這麼熱 加上其實這個附系 扎聲勇旗的指示 放在香港的話 很多馬都不只贏一圈以上 密密地進步 之前有沒有失精神 開心好友 其實這些都應該 你可以期待他繼續有進步 好東西來的 這個附系越來越貴 然後還有什麼馬要選呢 我覺得 駁一下 一隻包裝得勝 是不是這麼差的馬 我都不敢說 又不是很好 又不敢說這隻馬 但是始終 我覺得他還會有進步的空間 看回他這場 上規 看回這場 繼續用王浩南 因為之前王浩南 替他上名的 其實他早段排在前一點 不過這一場 報速快一點 所以最後 搞得多了 對 搞得多了 那裡面那隻 就是超額應購 還有第二那隻 風落好友 之後都贏了 還有這隻馬 今季是會有些不同的 薑口 都覺得他都是 收斂了 你看他 現在這個火 可以按得這麼慢 滋滋油油 如果在賽事當中 稍微按住一下 或者回來會好些 好了 看看這個試跑 這隻馬 他不是急 OK的 神識 所以 都 可能有個 都好 有個機會 給他們好馬 給王浩南 加上排馬的一檔 一檔 很幸運 這裏一定能幫到他 跑馬的 當然是麻勁著數 什麼時候都是 多數是 那 除此之外 還有一隻馬 都覺得他 蓄銳一擊 這隻馬 就是 像搖門輝馬房那隻 開心好友 這一馬 跑短途都很厲害 我們看看上季尾 如果你看看開心好友 上季尾 是莫雷拉騎 排了十檔 怎樣處理 盡力 不過就沒辦法 全程蝕著 三四碟 要看營馬 那些威妙星 自己在操控他 部速 衝上來勇創派對 就不幸運 經常都跑第二 這裏就是 他爆冷了一次 但如果你看看開心好友 其實走勢 他一點都不弱 有得衝一下 他排水位 外面還有法洛峰騰 好 看看金貴 在松化那裏 整個閘 他就穿馬會彩衣 深藍色衣 如果你看看出閘 就很sharp 放在前面 其實這些試閘 都是看一隻馬 散一隻馬 散一隻馬 散一散他 他都沒有斷 你看他 散一散 散一散 馬持續有給他 最重要 不要退 過了他那隻 就是肥仔威威 肥仔威威 肥仔威威 經常試閘都很好看 好 都很積極 這次 賣門 還上膠 回去馬 彈一彈襲 這次還要借周俊諾 來減磅 不用什麼重磅 其實都不是很老 這些馬六歲 是吧 等周俊諾 其實減幾磅 就不同了 當堂 一三三就很拿命 是吧 一二八 就真的不同了 所以馬路程 一定是對 排什麼位都要跑 是不是這麼說 還有四班 經常都上名 所以如果做好 這隻 就一定要撐住 分分鐘排十一檔 還有 你說的 有多幾元分 有一隻 應該是大冷腳 就是那隻 歐洲導彈 這隻馬 你知道 當然是很微很矛 有真質素的馬 但是呢 又試過做過一些手術來的 之前試過找到 做過傳明的手術來的 做完呢 回出來跑 好像 有些不同 我覺得他 你看看他上一次怎麼跑 如果你看看 如果看 歐洲導彈 上次是黃浩南 這次是班德禮 戴著個面孤的 戴著個面孤的 因為他早段 都是虧的 但是如果你看看 他這個位 好像怎樣樣樣樣 學基哥說的 前面又不是很望到胸 但是其實最後 又很迫 都在馬嵐回來 沒有之前那麼鐵脫折 不是斷 總之他是柔的 他在早段的處理 都很陰養 柔一點 是這樣的 外門 沒有戴面孤 都沒有所謂 一隻馬 腳頭硬朗了 而且毛色 都好像柔潤了一點 最重要是做完手術 那條氣順 是不是 這隻馬這次 一轉轉過 騎士 你知道 這些馬 在愛爾蘭 尤其是 跑慣 對於那些 跑馬地 場地 大堂 上山下坡 之前說的 百姓名區 你知道嗎 愛爾蘭馬 一過來跑馬地跑 總是好像回家 回家 加上 剛剛基哥都說了 轉了騎士 上次是黃浩南 這次班得賴 班得賴 比較硬 最重要的是什麼 沒什麼配搭 大家分頭幾好 看看這隻馬 這隻馬 入來不得了 鬼買 但是基哥我們用哪隻馬做膽 好嗎 我都是傾向喜歡這隻快一步 有隻馬 我覺得它始終評分有好處 所以拿快一步做膽 這場我們選了7號的快一步做膽 拖回10號的包裝得勝 1號開心好友 和2號歐洲導彈 連影位置Q共6主